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墨鱼的牙齿 我刚刚挤出来的 今天要做的是之前在澳门吃到的 短短的早餐墨鱼扒 这次为了做出同款橡皮筋啊 不是墨鱼扒 我第一次尝试着解剖墨鱼 由于画面过于真实 不符合我的视频气质 好奇宝宝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查看图文解剖 除了墨鱼之外呢 还要准备以下材料 一小勺是5毫升 把切碎的葱和姜用水先泡着 处理完墨鱼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葱姜水了 先把墨鱼切条 然后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呢 换刀背来砸墨鱼 用刀刃或者料理机的话 都会把墨鱼的纤维切断 用刀背砸出来的才是最Q弹 那么问题也来了 谁知道要砸多久 才能变得和橡皮筋一样Q弹呢 只需要15分钟 现在的墨鱼那叫一个粘人啊 怎么甩都甩不掉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当然是再给它点弹性 我抓 我甩 我抓 我甩 总之就是不停地甩它 越甩越弹 加一小勺葱姜水 摔 再加一小勺葱姜水 再摔 加盐摔 加胡椒粉摔 加淀粉摔摔摔 记得要用力 你就当它是一个老托庚的up主 摔累了也就差不多了 这么辛苦摔出来的墨鱼 真的是一点都不想浪费 一定要用刮刀刮得干干净净的 这一球是两人份 手臂力量强大 以此可以多做点 分装放冰箱冷冻保存就好 把锅烧热 放适量的油 轻轻地把墨鱼球放进去 用中火一边煎一边按压 煎到两面发黄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这一球是两人份的呢 因为我煎出来之后才发现 它比店里的真的厚太多了 机智的我赶紧把它切成两半 又煎了一下 你们做的时候千万记得要分成两个球 然后再下锅 看绵羊手打墨鱼扒 是不是也超Q弹的 就像加了泰国乳胶做的橡皮筋 弹到飞起 吃墨鱼扒之前可以再撒点葱花和胡椒 这次就是中火一边的 西面用相片做的 请拜登 去搅拌 吃再来 我手的 比较 我给你给你带 我带你带你带去 你带你带你带来 我 你就 你带你带你带 我 谢谢大家